我基本上會把影片的部分都貼到那個論壇 所以第一次上課我會把那個影片會寄給大家 如果你有寫那個問卷有留E-mail的話 那之後的上課我會把它放在這個論壇裡面 所以第一次上課其實也已經貼上來了 所以你這邊點選那這邊就有第一次上課的連結 那你可以把那個影片的話再重新看過 那我剛剛講的分別提到的部分 如果你假設真的還是有印象 但是還不太熟 我是建議你可以先看一下 然後再試著做做看 雖然三個題目看起來好像不困難 但是我覺得在工作上面 如果你會跟不會真的是差距太大了 工作效率簡直就十萬八千里 真的我發現現在職場上面太多時候 真的如果會 那很快就解決了 可能大概幾秒鐘吧 頂多是幾分鐘 但是不會的話呢 恐怕就一整天了 那相對的效率其實就差異還蠻大的 所以這個部分提供給各位參考 當然YouTube下方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留言一下 另外的話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錄製對你有幫助的話 那你當然也不要吝嗇幫我 幫我按個讚 如果你覺得這個做這件事情是對你有幫助的話 那再來的話呢今天我們接著去來看好了 因為時間有限我是想說還是以解決問題當成是我們課程上課的重點 反正就是有什麼問題該如何解決 那如果可以解決那表示你這個地方是OK的 那再來我會把一些理論的部分再做加強說明 或者說有些理論你實在是不太清楚說 老師我實在是不太懂Sprits 那你可不可以再解釋一下 沒關係我可以再跟各位再說明 或者YouBoundOK有沒有 或者是什麼其他的部分 那當然我可以再加強 不過這個如果有講到啦 也許你可以把前面的影片再看過吧 這樣也不會浪費大家的很多時間 因為畢竟都有上過了 那我想我們還是把時間留在就是說 後面我覺得比較更重要的題目上面 那請各位待會就是說一樣開啟這個練習檔 裡面有一個範例的檔案叫自串切割 那當然這個範例 其實我這個進階的範例裡面 很多其實都是學員提出來的問題 因為他每天都會遇到類似的問題 那只是說這個問題怎麼做會比較簡單 那另外還有一點為什麼放在進階來講 因為主要就是說有一些這個題目問題呢 假如說可以用函數來解 那當然用函數 可是像進階裡面很多實際上 用那個什麼 函數來解相對就是不太容易啦 而且可能這個公式要非常垄長 才有辦法完成的話 那理論上我會把它放在進階來講 那以這一題來看 其實這一題的話 有點像我們那個初階的時候 講到瓜糊的那個部分 但是它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就是說 它不是只有一個喔 它有可能有一個 瓜糊 有可能有兩個 有沒有像這個啊 第七列 我看第六列吧 第六列 它其實喔 這邊就有一個 頭跟尾 這邊又一個 所以它的數量喔 其實比較麻煩說 它的數量不一定 可能有一個 可能有兩個 那當然啦 我們也許啦 我們在思考解答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一下子不要先考慮那麼多 我們先考慮一個就好了 所以如果可以一個切出來之後 我們再去考慮多個 所以其實喔 那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就變成像土法煉鋼 怎麼樣土法煉鋼 把這個瓜糊裡面的東西 複製貼過來 那一個嘛 那這邊又一個 那裡面總共有砍作向下 哇 六百多個 所以喔 如果假設你要用複製貼的話 恐怕喔 這樣做 至少我看喔 應該要 要個 沒有半小時 要一個小時以上 OK 而且它說 它這個資料每天都會更新 而且每天資料越來越多 可能原來才幾百筆 再來的話 可能有幾千筆 我看再來應該現在都幾萬筆了 所以喔 如果說假如你還在用土法煉鋼的方式 我看你做到下班都做不完 所以這地方一定要用對方法 那這一題最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它如果只要只有一個 那還好解 可是它如果多個 像這個地方有沒有 第六列這有兩個 第七列也有兩個 那第八列這個一個 這個也有兩個 OK 這裡有兩個 所以喔 像這個還有這個設定嘛 然後它其實就是把那個 中瓜物裡面的東西 要把它搬到這邊 而且如果有兩個的話 還要把第一個跟第二個中間 加一個換行 OK 換行要怎麼換行 那所以這個地方的話都是問題啦 那怎麼辦喔 我們一般習慣遇到這種問題的話 通常會先 先從簡單的問題開始做起 比如說我可以先 先解決第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 我可以先 假設它只有一個中瓜 一個瓜糊 裡面的資料抓出來就好了 那要怎麼樣抓這個 瓜糊裡面的資料 當然呢 有幾個方法啦 之前我們也用過那個 INST啊 可以找前 有點像Find函數 可以找前面的 再找後面的 把中間的資料抓出來 之後再放過來 OK 這個是方法一啦 但是呢 如果用這個方法的話 我是覺得 好像似乎呢 程式寫起來 相對是冗長的 那如果說換個方法 什麼方法 其實喔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今天喔 你們思考一下 如果我今天用另外我們 剛剛才講過的函數 叫Spritzer 如果呢 我用Spritzer先切什麼 先切這個 以這個瓜糊當切割的話 那切割完之後 你會發現喔 欸 它就會幫我把它一分為二 前面的部分呢 是0 後面的話是1 欸 那我是不是可以的嗎 先切 這個中瓜 前中瓜糊 然後呢 取得什麼 取得後面這一串 就是1的部分 然後第二次的話 再切割 再切一次的話 按照什麼 後瓜糊的位置 後瓜糊 後瓜糊的話呢 那就取 因為後瓜糊一切的話 那前面這個就變0 後面就1 所以呢 我就取前面的部分 後面的部分不要 那我不就是可以取得我要的這個範圍了嗎 欸 所以喔 也就是說 只要SPRIT兩次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 OK 所以SPRIT蠻好用的 SPRIT的話 有點像先1分為2 這個先用這個 那前面這個是0 這個是1 我要1的部分 那以這個的話呢 那這個 這個是0 這個是1 所以 先抓1 再抓0的資料 就可以得到中間這一塊了 欸 看起來好像應該 蠻簡單的啦 所以其實應該程式大概3行 應該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喔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用SPRIT做切割 先切割前 什麼 先切割前 前面的中瓜糊 取後面的 再切割後瓜糊 取前面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把它再放到這邊來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 那請各位先想想看 這個地方可不可以用SPRIT來切割 OK 試試看 待會我們來看 其實這個部分的程式嘛 我其實已經有寫出來 所以你如果想要參考的話 其實雲端白板上面也有啦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一個單元 的 字串切割 這邊其實就有啦 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提到 有沒有 將A欄的 這個 中瓜糊裡面的資料 要切割到B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把它切割到這邊 那問題要怎麼做 OK 當然我是把它做好幾次的程式分割 第一個 就是剛剛講的三行 這個 字串切割 就是剛剛講的 所以你們其實可以怎麼樣 先開一個Visual Basic 然後 按滑鼠右鍵 插入模組 把程式寫出來 插入模組 我記得喔 模組 然後把程式放這邊 那這個 我先讓一下 這個切割完 得到的就會是這一塊 那至於細節部分 待會再看好了 OK 請各位先想想看 所以你會發現喔 Sprint真的還蠻好用的 但是比較 容易那個 有問題的大概就正列啦 因為可能有些同學對正列 當然以前如果寫過程式的同學 對正列應該不陌生 可是如果以前沒有寫過程式的同學 大概對正列會比較陌生 但是你也不要去特別 覺得正列是什麼很特別的東西 其實充其量就是 等於一個變數裡面放多個資料 等於放一個清單的資料 就大概是這樣子 那編號一定從0開始 OK 那試試看 待會我們再來看這個部分